大家好,我是小琪 风车末里好多人都在养 但是没有几个去 我去养出花墙来给你看的 小琪其实之前也给大家说过的 最近一直没有给大家说 小琪栽了两颗,栽到地上的 栽到两颗当时栽的是一家轮的 是去年过完春天 刚进入夏天的时候栽种的 现在你看整个样子 它在春天的时候 温度逐渐的回升就会开花 开花的时候 白色的像一个小风车一样 非常的漂亮 而且里边带着一个黄色的星人 它是比较好看的 它的香味是非常足的 我把它直接栽到这个棚里边 贴着北墙去栽种 它这边是比较冷的 到冬天的叶片是不会脱落 只是说它不长了 但是它到了春天 随着气温的回升 见光充足以后 它所有的雅点上都会长出花苞来 一次就能够开成一个花墙 由于我是刚刚栽种一年的时间 还不到一年 现在已经开花了 长势你看一下 两颗苗子长得非常的快 地栽基本上不需要怎么管理 就是浇其他的植物 给它浇点水 浇点肥料 它就能够正常的生长 再养上一年明年的花 这一遍的网子就能够彻底的爬满 到时候开花才是最漂亮的样子 到时候开花才是最壮观的 所以说我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风车茉莉 我们在家庭中能够露天待陪吗 小七栽种了两次 两次都失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这次在这外边栽了一颗 然后呢 今年零下二十度 彻底的冻死了 去年的时候呢 栽种了一颗 到了零下十五度的时候呢 它所有的枝条全部冻死了 只是底部的根部 那些老枝条 它还是好的 到了第二年又萌芽了 所以说它是不很耐低温的 如果说温度能够在零下十五度以上的话 它能够存活 但是呢 在零下十五度左右的话 它的嫩枝条会冻死 老的枝条还会保留着 所以说开花量也不大 开花也会比较少 所以建议大家呢 尽可能不要在太低的 太温度太低的地方去栽培 如果说在室内栽培的话 可以给它做一个架子 搭上一个柱子 它去缠绕着盘爬 到时候春季开花就会非常的漂亮 尽量的不要让温度太低 它并不是很耐寒 不要听他们说 能够在零下三十度的低温 这是骗您的 你自己去养一下 你就知道了 三年的时间 时间过来的 所以说我待到花盆里 待到网子边上 它彻底开花了 它如果说待到花盆里的话 养护一定要记住 要保证光照的充足 见光充足 长势好不涂长 枝条长得涂壮 明年开花才会开得多 平常浇水的话 在花盆里的话 要保证着土干一半左右 再给它浇水 短时间的干透时没有问题的 肥料的话 在生长季节 直接用多元素的 一个月一次就可以了 等到春季的时候 您再去给它补充上大量的 磷酸二青甲 花多到二号都是可以的 高磷的肥料 能够让它快速的开花 而且见光充足 磷甲肺充足 春季开花才会香味足 今天是阴天 所以说它开花的香味并不是很重 每到出来太阳的时候 满棚只要从门口进来以后 全是它的香味 所以喜欢养开花香的植物 喜欢去做花柱花墙的 选它就可以 保准能够达到您的满意 喜欢吗 喜欢别忘了给小鸡点了饭 点关注再到